黑旋风李逵在盛怒之下 把那阴天熙尤达马上给掀下来 大腿给拧起过来 活皮了 这条腿是尤达胯骨轴那个地方给卸下来的 砰撑的一声 五脏六腑尤达这个出口稀里呼噜 全部出外旅行 都堆出来了 阴天熙是当场毕命 这下子 可把小玄峰柴靖给吓坏了 小玄峰柴靖一看 哎呀 无怪乎军事无用说 这个李逵好惹祸好惹祸呀 果然他今天惹了大祸了 这事让他全给砸了 李逵劈了阴天熙在那一战 柴靖在旁边瞅着就愣在那了 阴天熙手底下这些恶奴家丁 狐朋狗友们一个个瞅着阴天熙的尸体 也都傻了眼了 李逵把眼睛一瞪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 我挨个把你们都劈了 李逵就这一句话 把周围这一伙人全都给吓跑了 抱头鼠窜 只恨爹娘少伸了两条腿 怕没有了 李逵一转身 看了看柴靖 怎么样 早这么办不早好了吗 柴靖马上把李逵扯到院子里边 把大门就关上了 先帝呀 早这么办早好了 你办砸了 怎么砸了 这小子一死 不就全完了吗 柴靖说先帝 他死了之后 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高汤州的知府一会肯定发来官兵 要捉拿我们呢 李逵说捉拿我们怕什么 有我一个人盯案 你就不用管了 柴靖说不行 先帝 把你安排到这 这是军事无用 托付我好好的关照你呀 如果你要在这盯了这人命官司 你进了监狱 你就出不来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唯一的万全之计 先帝 你快快走 我上哪 你回转梁山 告诉宋江大哥 以及军事无用 你就说 是我让你回去的 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了了 哦 你让我走 那你呢 柴靖说 我在这里盯这场人命官司 那不行 是我杀的人 我不能让你替我盯罪 哎 贤弟 事到如今 只可如此 别看我打的人命官司 他们不能把我入侯 我已经派人 去拿这个单书铁卷 等把单书铁卷拿来之后 我乘上给知府 他就会明白的 我有单书铁卷 判不了死刑 如果你要在这 你就死了 快走 快走 一刻不能停留 呃 那好 那就这样 如果他敢把你抓进监牢 看管起来 我就告诉宋江大哥 发兵到此 来营救于你 这些话都不用说了 你快走吧 李亏一看 事到如今 只可快走了 他来到外边 牵过这匹马来 李亏上了马上 马上加兵 是直奔 梁山 李亏就是骑着马草了 没用多大伙的功夫 果然 高汤州的知府 派了很多的官兵 就把柴皇城这个宅院给围起来了 围起来之后 牙医们带着绳索 我进来就捉拿柴禁 小玄冯柴禁 根本没动手 自个儿 扶手就擒 带到大堂之上 知府问他 殷天熙 是什么人 把他打死的 小玄冯柴禁就说了 是我带的一个仆人 此人姓张 叫张二 我有打苍州 把他带到这里 我叔父有病了 是因为殷天熙 逼迫造成的 后来 看到我叔父病死了 我这个仆人 非常气不公 殷天熙 到在我叔父的宅院 逼迫我沈娘搬家的时候 我这个仆人 盛怒之下 动起手来 就把他给打死了 这就是侍卿的经过 知府说 既然是你的仆人 打死了殷天熙 那你这个主人就要盯罪 柴禁说 当然 仆人打死他之后 已经逃走了 我这个主人 自然要盯罪 知府说 好 立即把柴禁是压在南间 听后处置 当时把小玄冯柴禁 就压起来了 这儿把柴禁给压起来了 单说李逵 李逵马上加鞭是星夜赶奔凉山 这天走着走着 天进中午 他肚子饿了 想吃点饭 来到一个饭店门口 水灯离安下了马 把这个马在饭店门口一棵树上一拴 迈步进了这个饭店 吩咐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预备了酒 我要在这吃饭 店小二一看赶紧给李逵预备 不大会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来了 把酒也摆到桌子上 李逵这一杯喝着酒 吃着饭 往外边瞧着 他发现饭店门口协队过那儿 围着一帮人 这帮人看着热闹 一个劲叫好 好 好 好样的 李逵这个人呢 好奇心挺强 他匆匆忙忙的 就把这顿饭给吃完了 吃完饭之后 算完了账给了钱 李逵站起身来出来 就来到了人群外边 恰着腰望里边一看 这里边感情是一个打权卖艺的 是个黑灯肉 这个人长着一脸的麻子 身体娇健 手里边拿着一对链子锤 这锤头挺大 当中间有一个链子拴着 他手拿着链子 正跟大伙说呢 准备 看见这对锤了吗 不是一般的人能拿得起 能放得下的 我 练这对锤 这是祖传的把势 您见过十八本兵器 刀枪剑机 拂跃勾差 边紧锤爪 坦棍锤棒 但是 练这种链子锤的 可是不算太多 到我这 这是三倍了 看见这对锤了吗 甭说拿它耍 甭说拿它练 不管你哪位 您要下场 把这个锤能够低了起来 能揉那么几圈 我就拜您为师 现在 我先给您练练 瞧瞧 就看这个人把这对链子锤摆开之后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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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又耍起来 这一耍起来 大家伙又一起鼓掌喝彩 好好 真有劲 呵 你那个体格多棒啊 鼓掌喝彩完了之后 这个人把锤练完了锤试一收 光 这对链子锤蒙地心一扔 就砸俩坑 抱完共手 准备 再向您各位 求俩钱 然后我个就走了 周围有的人就往里边扔钱 李逵听这个人刚才说那个话 他心里别扭 怎么着 大家伙 谁能拿他那个锤耍几圈 他就拜他为师 好狂妄 李逵一巴的大伙 借光借光借光 李逵就进来 哎 我说慢意的 刚才你那话是怎么说的 哦 您说什么话 你不是说你这个锤 谁要能拿起来轮几圈 你就拜他为师吗 对 是这话 这是我说的 好 我要是拿这个锤能轮一百圈呢 那你得管我叫师爷了 什么 您拿这锤轮一百圈 我还从来没听说能拿我这个锤轮一百圈的呢 您先拿起来轮了我看看怎么样 你不服什么 好 看我给你轮个样你瞧瞧 黑旋风李逵那可有把的蛮力气 他伸手把这铁链子抓起来 一滴了 这链子锤他就滴了起来 李逵一颠这份量 这链子锤一般人是轮不动 但是对李逵来讲 这可无所谓 瞧着 我要轮了 嘿嘿嘿嘿 哎呦 李逵拿这对链子锤就当众面前 他可就耍起来了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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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锤转着 李逵自个拿嘴还数着 一圈 两圈 三圈 李逵啊 足足的耍了一百圈 这一百圈锤耍完之后 他把锤往地上一扔 咚 周围这些看着那儿的 都忘了鼓掌了 锤棱地下 大家伙老半天没动下 最后的掌声才起来 哎呦我天呐 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你看这个黑家伙比内海厉害 卖艺的这个人脸色可就红了 冲着李逵一报万 好嘞 我是服了您了 您就是我师父 算我精师不道学艺不高 今天我走到这个地方 这算崴了脚了 我给您磕个头 我算向您赔个不是 孤灯这人就跪下了 冲着李逵磕一个头 然后站起身来 咱们是青山不改 路水长流 他年相遇后会有期 再见了 收着收着摊子 把那个铁锤往身上一背 这人迈步就走 看着那人一看 完事了 大家伙四散走去 人群这一散 李逵瞅着这个卖艺的背影 他这个心里边 对他又产生了一种同情 李逵心想 哎 这个卖艺的也 他娘都不容易 人家在这打个场子 挣俩钱 你说我过来吧 就显这个能 耍完了之后 人家这个钱 后来也没要 就走了 嘿嘿 怪不对劲的 李逵到饭馆门前 把自个儿那马 接下来 牵着马 在后边跟着 卖艺的出了村了 李逵上了马 紧走了几步 就跟着那个卖艺的 到了卖艺的跟前 他甩凳 林安下了马 裸着思江 一边走着 一边问着卖艺的 哎 我说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啊 卖艺的一看 这李逵跟来了 哎呦 哼 这朋友 你还跟着我 一路通行吗 哎 说不定咱们两个 还真是一路通行呢 您问我的名姓啊 实不相瞒 我姓汤 我叫汤龙啊 因为我这脸上 长得净麻子 江湖上给我送了个外号 叫我金钱豹子 哦 你就是金钱豹子汤龙 你们家这干什么的 嗨 别提我们家 提我们家 我丢人呐 我爹 我爷爷 还都是当武官的呢 我爹呀 是打兵器的 在这衙门口里面有官衔 他曾经给老中精略 相公府里面当过柴 到我这边上呢 没有出息 我这个人好赌钱 把家产都给输光了 没办法生活了 只好就流落街头 打拳卖艺啊 没想到今天我碰见您 这么一位武林高手 您让我大开眼界 使我知道人为有人 天为有天呢 这位英雄 既然您把我的场子 给我平了 我得领教领教 您尊姓大名啊 李逵说你问我呀 呵呵 我人送外号黑旋风 我叫李逵 他把名字这一报出来 金钱报的唐龙一听 当时他把脚步就站住了 啊 您就是黑旋风李逵 正式 闹江州劫发厂的李逵是您吗 就是我呀 没错 就这么一个 哎哟 我说您能踢我的场子呢 闹了半天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旋风 让我重新再拜见您 您就是我的老师 我给您磕头 这唐龙孤灯就跪下了 李逵伸手就站 哎 快点 起来起来起来 我说唐龙啊 我不该踢你这场子 事后啊 我心里面还觉得有点别扭 你创当江湖不容易 今天我给你踢这个场子 这不是打了你饭碗子了吗 别踢这个别踢这个 您是我的师父 我九仰林大名 早想见见您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 李逵伸 唐龙 你这打算往哪儿去呀 我上哪儿去呀 四海为家 到处存身 靠卖艺为生呗 我想上前面那个村子再看看 哎 唐龙 你别老卖艺了 跟我走怎么样 我跟您上哪儿 跟我上凉山 凉山上 大寨主抄盖 二寨主送江 那都是中义气的弟兄 到那之后 大碗喝酒 论秤分金 那不比你打全卖一枪的多吗 是啊 不过 梁山上能要我这样的人吗 哎 怎么不要你这样的人呢 你如果去的话 梁山上 一定要远接进营啊 那好吧 那我就跟您上梁山 好 你就跟我走 李逵心想 我大哥宋江 在山上正有招募兵马 广惧天下英雄好汉 军事说了 让我在柴晋那儿待着 就是为了要劝柴晋上山 现在柴晋没上山 我在道上给他烧一个 带梁山一位英雄 他也得高兴啊 让他们瞧瞧 我李逵 不是光能冲锋陷阵 嘿 我也能给他招募英雄 哦 李逵感觉还要自个儿的想法 就这样 李逵带着金钱抱的唐龙 一起回到了梁山 李逵回到梁山 到在举厅上 见了朝盖宋江 吴勇等人 先把金钱抱的唐龙 那个事说了 金钱抱的唐龙到梁山上 宋江等人 当然非常欢迎 就把唐龙留在了山寨 收下唐龙之后 接着宋江问李逵啊 说你在小宣方柴晋那个地方 你自个儿怎么回来了 柴晋现在怎么的了 李逵说大哥 你不是让我 劝柴晋上山吗 嘿嘿 现在我劝的不灵了 宋江说怎么 柴晋他同意了 啊 他来了吗 没来啊 他在哪呢 他进监狱了 宋江一听 这哪该哪啊 柴晋怎么进了监狱了 李逵说 他是这么回事 李逵就把 皮死阴天息这个事情 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讲完了之后 李逵说了 大哥 你想啊 银天息这小子 让我给劈死了 小玄凤柴晋肯定就进了监狱了 这一进监狱 他就有了罪了 一有了罪 他在想过那安生日子就过不了了 要是过不了他上哪去呢 那不就得上凉山了吗 所以我说 他快来了 我特意到这给诸位送过信 我们众位弟兄应该想办法到高藤州去解救柴晋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 夜长梦多 说不定这柴晋呢 就得死在监狱里头 宋江一听这个李逵呀 合着你又闯了一个大祸呀 你闯完了祸跑山上来 把这个事都留给柴晋了 宋江马上和朝盖无用就商量 怎么办呢 无用说这件事情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发人马到高汤州去营救柴晋 于是几位首领在山上 就研究如何发病 这期间呢 宋江给李逵和朱同之间 又做了一些调和工作 因为这朱同对李逵总是耿耿于怀呀 李逵把那位小牙内给捂死了 朱同这心里边总过不去呀 在宋江的调和之下 李逵向朱同赔了个不是道了个歉 这事才算过去 宋江他们商议完了之后 决定由宋江亲带五千人马 购奔高汤州 去劫楼反育救柴晋 朝盖朝天王啊 他想着带队前王 宋江说大哥 您是山上的头把金交椅 这个事情用不着您亲自前去 有小弟带老爷就足矣 于是朝盖留在山上守寨 宋江呢 点起了二十个头领 带领着五千楼兵 游打这梁山寨 浩浩荡荡荡 可就奔着高汤州来了 宋江亲自的指挥 这次攻打高汤州的战斗 用的什么办法 迅雷不计掩耳之势 夜晚之间 神兵天将四面进攻 打进了高汤州 高汤州毫无准备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梁山寨的人马 会这样快就闯来了 打进高汤州之后 杂楼反育救出了小玄风柴晋 高汤州的知府高连 在乱军之中 他逃跑了 跑出了高汤州 后边梁山的重将追赶他 这个小子跑着跑着 前面有一个庙宇 他躲到这庙里边去了 这庙里边结果有一位道爷在这 这位道爷是谁呀 就是回济州探母的那位入云龙公孙盛 驾赶上入云龙公孙盛 游打济州回来 在这个庙里边借宿一夜 赶上这位高连跑到这来了 入云龙公孙盛一看高连 问他是从哪来的 高连就跟公孙盛讲 我是高汤州的知府 公孙盛说你这个知府 怎么半续拉叶的跑到这庙里边来了 这高连就说了 说现在水不良山这些贼寇 把高汤州已经给攻破了 我是乱军之中逃出来的 他一说水不良山的贼寇 入云龙公孙盛心里边就明白了 我们这些弟兄们已经在攻打高汤州 入云龙公孙盛就把高连安排到这个庙里里边住去了 让高连在这歇息下之后 公孙盛游打这庙里边出去 就给梁山好汉送信了 正在这后边追兵一到 到这庙里边就把高连给活捉 捉住了高连一出来 李奎过来举起斧子 喀巴拉叉 就把这高连给腰斩两劫 高连再次就死了 高汤州攻破 知府高连被堕死 梁山英雄在这是大显身危 紧接着 众位英雄好汉 入云龙公孙盛加上小玄凤柴进 义干人等 犹打高汤州撤队回兵 都回转了梁山寨 他们回到梁山之后 高汤州的事情很快的禀报朝中 太尉高求就先知道了 高求已得知自己的书败兄弟高连 在高汤州被梁山的好汉给杀死了 高求那简直是怒不可遏 李氏在朝廷中向皇帝就起奏一本 说梁山的匪患 已经危及我们大宋国朝 他们四外出兵 斩杀官员 这还了得 必须派一位勇将 多带人马 把梁山匪患挡兵 皇帝听完了高求的起奏之后 就跟太尉高求说了 这件事情就委托清家 你看何人能够平灭梁山 尽管宝举 朕接准奏 高求一听皇上对他是百般信任 就听他的了 高求回到自己的太尉府 经过再三斟酌 他就选定了一个人 谁呀 此人是汝宁州的都统治 乃是大宋国朝开国明将忽焰赞的后代 福姓忽焰 丹自明拙 跨下马 手中使一对十八街胡为大将钢鞭 人送外号 双鞭将 太尉高求 于是下宫门 在如宁州就把这胡彦卓调到了东京 高求见到胡彦卓 当面就跟他讲了 说现在 奉了万岁的旨意 要派你带领人马 到水破梁山 平灭梁山的匪患 胡彦卓一听 怨灵此人 但是他跟太尉高求提出来 我得要找两个先锋官 一政一复 为我前面开路 高求说可以 所有大宋国朝的武将 任兵你挑选 你说 谁能当你的先锋官 我就派谁去 胡彦卓说 我挑两个人 一个是 陈州的团练使 人送外号 百胜将军 此人姓韩 叫韩涛 跨下马 手中一条金顶早阳朔 百万军中 取上将手计 如探囊取物 高求说可以 我调他来 为你当先锋官 胡彦卓说 我还要找一个副先锋 这个人 叫天牧将军 姓彭 叫彭启 他乃是影州团练使 跨下马 手中是一口三尖两刃刀 他这口三尖两刃刀 变幻莫测 招数奇妙 到梁山上 征战那些梁山贼寇 指日可胜 高求说 好 那么我就把这个影州团练使 旁起也给你调来当副先锋 除此之外呢 胡彦卓又提出来 我要带五千人马 征脚梁山寨 不过 我带的五千人马 现在盔甲不骑 战马不备 还要请太尉 能给我赏赐一些盔甲战马 高求说 这个也都好办 胡彦卓提起来的所有条件 高求全都答应了 最后 把这个百胜将军 韩涛也调来了 把这位天牧将军 旁起也给调来了 高求 当面也跟他们说清 派他们给胡彦卓当前面的先锋 这都是万岁的圣旨 两个人点头称事 于是胡彦卓 在东京汴梁 点起了五千人马 让这两个先锋 跟着他一起回到鲁宁州 在鲁宁州 把队列聚齐 聚齐了之后 优打鲁宁州正式兴兵 高求大旗 旗号上 明晰晰的写着 是征脚梁山都统治 双边胡彦卓 胡彦卓为什么还得到 汝宁州聚齐再行进呢 感情汝宁州这个地方 还有胡彦卓一支特殊的队伍 这支特殊的队伍是什么呀 是三千铁甲 塘牌连环马 这个队伍是胡彦卓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 一般战斗当中胡彦卓没使过 今天要征脚梁山 胡彦卓心想 用武之十道了 我要把我这支队伍带到梁山寨之后 不怕你梁山这些草寇不平 胡彦卓带领人马来到梁山附近 安营扎寨 胡彦卓这一安营扎寨 梁山上探尺喽喽喽兵 早已经把这个事情就报到梁山上去了 宋江一听 这回可是朝廷直接派来的队伍 要争交我们的梁山寨 军士无用说 这支队伍可是非比一般 双边胡彦卓乃是大宋国朝的名将 我们这一阵要打上楼 可以大阵我们的山尾 话正说到此处 有山下的楼楼兵到上面来禀报 说胡彦卓的宋军 已经带着队伍在山下逃敌 宋江马上在山上点击二十多名守将 带领着一千楼楼兵 过水路登汉路是艳齿白开 在江场上排开阵势 他要会战双 即使与宋江带领着梁山众位兵将 在水破岸边 裂开了阵势 对过了 双边将胡彦卓 把这官军也拉开了队伍 两军对垒 剑拔弩张 双边将胡彦卓 在马安侨义 裸斯江王对面一看梁山的这些兵将 他轻蔑的一笑 为什么 胡彦卓心里根本没把这些梁山好汉放在眼里 一来 胡彦卓是名将之后 二来 这胡彦卓在他的战争史上 从来没有过失败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他心想 即使与宋江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啊 这些个人 攒鸡毛凑胆子 聚业成球都凑在力气 可能他们都是 市上的一些无业游民 市井的雕徒 泼皮无赖之流 无以为生计跑到梁山上聚重闹事啊 他们能有几何勇战 我是他们如同草剑 胡彦卓往旁边看了看 二位先锋 你们哪一个先出去打一阵 探探他们的虚实 话言未了 这位傅先锋天幕将军彭启 催马凝枪冲上阵去 这两位先锋官呢 跟胡彦卓一样 也是不可一世的样子 你想那郑先锋 韩涛 人称百胜将军 也是敬打胜仗 富先锋 彭启人称天幕将军 他老家可能是天幕山附近的 这位将军 在他的发迹史上也是一帆风顺 所以他们根本不把梁山好汉放在眼里 彭启催马凝枪来到两军阵上用枪帮对面一直 对面梁山的贼寇 拿一个过来应战 一说这句话 就看有打队过宋江的骑脚下 队列当中 催马上了一人 彭取双手合枪定睛一看 上来了一匹昏红马 在马上端坐着这个人呢 三尺多高 二尺多宽 骑过伦敦 雅过伦敦 四四方方 好像个将筷子一样 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 上来的正是矮娇虎王英 王英这一上来 彭起端了枪一看就乐了 彭起心想 这就是梁山的好汉 一个个都这模样 无怪乎他占山为王 落草为寇 他也只配如此 矮娇虎王英 马到江场 一带江城 把这齐眉棍手中一横 用棍一点 哎 我问你 对过来的宋朝的官兵 你是什么人 彭起双手一端枪 我 天幕将军 彭起 我问你 你是梁山的首领吗 嗯 我不是梁山的首领 我是梁山的将官 矮娇虎我叫王英 回去 回去 干嘛让我回去 我听说你们梁山的头 是什么朝盖 还有个什么宋江 无论是朝盖或者宋江 换他们上来 你家天幕将军 今天要捉你们的头领 像你这种无名小卒 在我马前没有三合勇战 我要把你战败了 都有伤我的名誉 彭起叶说这句话 矮叫胡 王英心想 这小子 这嘴够损的 你把我打败了 还有伤你的名誉 王英把这棍手中一横 我告诉你 你要想见我们的头啊 这个不难 你得真能把我打败了 打不败我 你见不着我们的头 你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 我还跟你说句实话 我王英 在我们梁山上 我是个最矮的 我是能耐最小的 我在我们这个山上 都排不上座位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梁山上 是给人家牵马坠凳 扫天挂地 倒西郊水 拿尿盆 我就干这活的 今天要跟你交战集合 旁其一听什么 你是倒西郊水的 上来打仗啊 小魏 就你这的人还跟我动手吗 我们梁山有个规矩 来什么样的人 就以什么样的对待 来英雄对英雄 来好汉对好汉 来龙对龙 来虎对虎 来报对报 来虫对虫 今天你呀 只不过就是个虫 所以我在山上也是个虫 咱俩是虫对虫 旁其一听 他这是拐弯抹角的 在骂我的 旁其催马上前 双手一凝枪 扑冷 一枪分钦就刺 直奔 矮交互 汪莹 汪莹拿棍 望外一架 瘫的一声 二马一错灯 两个人打在一起 是牵棍并举 这一动起手来 天木将军 彭起才发现 哎呦 感情这个错小子 手底下挺明白啊 棍法先熟 不是一般的人 经过名人传授 高人指教 两人征战 打了有那么 十几个回合 就听后边 马挂鸾铃响 一丈亲 护三娘上来 一丈亲 护三娘 手中一百日月 双刀喊一声 王英 你闪开 让给我 王英一听 是自个的老婆子来了 王英赶紧 拔马往旁边一带 喊一声 老婆子 打的时候 小心点啊 别让他伤着你 王英这马就回去了 一丈亲 护三娘 马到跟前 把日月双刀一百步 用分数是摆一刀就夺 刀望下一朵 彭起百枪招架 彭起心想 这怎么男的下去 换了女的了 彭起正在游一地公分 那王英在旁边说话呢 我告诉你 小子 我跟你打了半天 我一看呐 你这个武艺步怎么样 我跟你打用不着 我让我老婆子 跟你打就行了 彭起一听这气 就更大了 呵 看起来 我跟你们梁山上 男的都不配打 只配跟你们梁山女将打 彭起恨不能一枪 把护三娘挑落马下 显示显示她的本领啊 所以这彭起抖起将来 一枪紧死一枪 一枪快死一枪 但是这仪仗青护三娘 日月双刀上下纷飞 彭起一看 还真不能把他马上迎路 他哪知道 这仪仗青护三娘 比矮娇虎汪英本是大 打住家庄的时候 矮娇虎汪英就是被仪仗青护三娘 给生擒活捉过去的 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战 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 这二十多个回合 彭起脑袋身可见点汗 不是彭起武艺不敌 而是彭起心里边着急 彭起心想打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丢人呢 后边双边将胡彦卓 我的主帅在那官兵料战呢 一看我这个天慕将军 跟梁山上这么一个女流之辈 打了这么半天都取不了剩 可见我这个功夫 我这个武艺是多么的一般呢 可是他越着急 他越取不了剩 就在这个功夫 他忽然发现 胡三娘这个刀花 有点散乱了 彭起心里高兴 啊 你这个人不过就是一马三刀 一勇之将啊 打长了那就完了 他一看胡三娘刀花一箭散乱 他这个枪是更是步步进闭 胡三娘跟他打着打着 突然虚晃一刀 搏转码头往下就败 胡三娘这刀花散乱 可不是真散乱 他这是故意的卖破绽 给他看 让敌人相信 他的确不敌他了 因为此时 胡三娘打算要使飞抓 胡三娘搏马 往西败 彭起哪能放他走啊 彭起暗想 我这回追上去 我次要把你生亲活捉过来 我们这就是首战告捷 不管你男的女的 抓住一个就算数 彭起催马紧紧追赶 彭起这匹马 还真比胡三娘那匹马快 彭起是自我那么感觉 其实胡三娘没把自个儿那匹马放开 故意的让他们两个拉近距离 正在彭起认真往前追的时候 胡三娘把日月双刀交在一个手里边 伸右手又大 怀里边就掏出来这个飞抓 他把这皮套往右手的手脖子上一套 突然间一转身 这飞抓照着彭起的面门 哭 就扔过来 这飞抓往这一扔 彭起忽然间迎面飞来一物 不知是什么东西 彭起要是不躲的话 这五把钢钩的飞抓 就正好抓他脸上 要抓到脸上 这下子可就毁了容了 彭起呢 毕竟是天目将军的 他一看这飞抓奔面门以来 突然间一低头 头望下一低 这飞抓悠到他脑袋上就过去了 砰 正好抓到他后脖领子上 连甲胄在衬甲道 一下子都抓住 抓住之后 胡三娘往回中这么一袋 嗨 你给我过来吧 彭起在马鞍球的身子就悬起来 他马鞍球那一悬这个身子 他双手抓住了一个叛官梁 彭起此时个心想 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 我是堂堂的天目将军 被梁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 要把我抓过去 我还有脸见人吗 他抓住了一个叛官梁 不动地方 胡三娘使劲往这边 瞪这个绳子 就在两个人相吃不下的功夫 胡彦卓那边 阵脚下正任先锋官 百胜将军韩涛 崔开坐下马 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 他来营救鹏起来了 崔马他就上来 韩涛端枪望声一冲 在宋江那边的阵脚下 也上了一匹银宗马 马上端坐一人 正是东京变领八十万禁军 独教头 豹子头临冲 临冲双手一颤 这条战八蛇毛枪 临冲也看出来了 那个韩涛想要救鹏起 临冲呢 自然就应该营救胡三娘 临冲马到江场之上 双手一颤枪 奔着韩涛分心就刺 啪一枪就扎过来 韩涛奔向救鹏起 一看临冲上来枪奔他扎过来 他就顾不得救鹏起了 他赶紧摆枪招架 跟临冲两个人搭在了一起 韩涛跟临冲两个人 马打盘桓 挣点交战的功夫 那边鹏起呢 鹏起呀 已经让胡三娘给捉过去了 怎么但过去他 旁边有矮交虎王英帮忙啊 这王英 始终也没回阵脚啊 一直在旁边带着把 给胡三娘关阵 说实在的 自从王英 跟胡三娘两个人结婚之后 这王英把胡三娘 视如掌上明珠啊 那真是顶得头上 怕吓着寒的嘴里怕话了 胡三娘在王英的面前 是说一不二 王英整天在 胡三娘的前前后后来回直转 胡三娘说什么 他就干什么 完全听从胡三娘的指挥 用现在的话说 称得起一流的模范丈夫 胡三娘干什么事 王英在旁边都侧面关照 今天在两军镇上 生死关头 这王英能放得下心吗 他一看胡三娘这飞抓 把鹏起抓住了 这鹏起还不过来 王英一催马就上来了 拿那个奇眉棍 罩着鹏起的后脊背 棒郎就是一棍子 起来吧小子 你还不过去干什么呀 两口子把这鹏起 就给活捉了 把鹏起带到那边镇脚下 绳捆缩绑 捆上了 鹏起这一被捉住 双兵胡彦卓在镇脚下一看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心想 今天我是出师不力 守战 就把我的傅仙奉被人家捉去了 这个功夫就看韩涛跟林冲两个人正在厮杀 韩涛跟林冲一边打着 问林冲 来讲同名 林冲一边打着回了一句话 抱着头林冲 他一抱抱着头林冲 这韩涛心里不就咯噔一下子 韩涛心想 哎哟 这是当初的八十万禁军都教头 啊 无怪这梁山寨成了气候了 像林冲这样的人都到他这里来入伙了 可不能对梁山上的人等先是之 他报出名字之后 这韩涛对林冲也加了小心了 两个人征战了二三十个回合 韩涛一看 林冲的枪法名不虚传 我们两个要是打长了 我未必能够取胜啊 百胜将军韩涛一边打着心里边 夹着万分小心 他很希望林冲什么地方能有一个破绽 给他留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 可是林冲呢 枪招缜密毫无漏洞 韩涛 鼻洼病脚和脑门上都见了汗 双边将火眼镯一看 这正先奉韩涛敌这个人不能去胜 双边境胡彦卓把这一对朱节钢鞭手中一分 一催作下这匹贴青马 胡彦卓就上来 抖丹廷高喊一声 韩涛 闪在旁边 让给我 白胜将军韩涛赶紧右脚尖一领 瞪这匹马往外怀力拐 他闪开了 他一闪开 双边胡彦卓马到跟前 摆起双边 罩着豹子头林冲 搂头盖顶 双边一起往前就砸 林冲举枪招架 两人又站在一起 双边境胡彦卓 那比韩涛的武艺可是高了一筹 跟林冲一气就打了三十来个回合 每分输赢胜败 这个时候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 有一记昏红马 跑上前来 马上端坐一人 正是霹雳火秦明 秦明手中摆着钉钉琅牙棒 高喊了一声林交头 闪在一旁稀奇片刻 待我赢他 林冲一听秦明接战他来了 就知道宋江在后边担心 因为林冲刚才跟韩涛打了半天了 胡彦卓再一上来 他一个人站两个 怕他的力量不低 所以派秦明来接应他 林冲往旁边驳马一撤 霹雳火秦明马到前面 把这个狼牙棒一横 来将同名 双边将胡彦卓 你去哪个 霹雳火秦明 秦明这一报名字 胡彦卓一听 我知道了 这是青州的兵马督宗馆 秦明 你当初是拿朝廷的俸禄 吃爷家的黄粮的人 如今竟敢背叛朝廷 投靠匪抠 你还有何颜面见我 看我生亲于你 双边将胡彦卓 说到这里摆 双边就照着秦明砸下来了 秦明摆狼牙棒棒的招架 两个人是争战在一起 这一场恶战 只打了四十来个回合 双方是战蛊7名 咚咚咚咚 战蛊这一注增 两个人是杀战的 更为激烈 一直打到五十来个回合的时候 宋江在后边一看 指挥全军给我望上冲 梁山上二十多名守将 齐催作马 一起跟着就上来了 那边呢 韩涛带领着他手下的官军 也一起望上冲杀 这一场沙战 足打了一个多时辰 最后 宋江明金收军 上船回山 这是首一次交战 宋江觉得 我捉了你一个全部赴先锋 这回我就算得胜了 宋江得胜回山了 双边胡彦卓 也收回了宋军 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 胡彦卓回到营中 是闷闷不乐呀 因为今天的出征 首战不利 失去了一位赴先锋啊 郑先锋百圣将韩涛 一个劲的安慰主帅 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 怎么拿 胡彦卓说明天这一仗 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 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汉涛说 胡彦将军 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 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 感情那个胡彦卓呀 在他的汝宁中训练了一种特殊军队 这种队伍就叫铁甲藤牌连环马 什么叫铁甲藤牌连环马 他这支队伍都是挑选的最精干的年轻力壮的兵士 这些兵士既能擅射又能擅杀 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特制的铁甲 这种铁甲从头上到脚下 全都用甲叶子包着 只露着俩眼睛 对过的什么剑呢 什么枪啊 什么刀啊 你都射不透 砍不透 画下其他这马呢 马都配着藤牌甲 用那藤牌支的甲 配到马的身上 只有马的四个梯子的底半部 在外边露着 这马他得走啊 底半部要都盖上 这马就没法跑了 所以这种东西 配挂上之后 连人带马 你从哪个方面 也伤不着他 但是他们呢 可以射箭 可以用枪扎敌人 三十匹为义武 所谓义武者 就是他们人与人之间 有一种拐子都给连上 也就是说 三十个人 是一个战斗小组 他这样的队伍 一共有三千 这三千 他先没使 为什么没使 胡彦卓 先要探看一下 梁山的实力 看看用得着 用不着使这支队伍 可是今天 这一战打完之后 双边将 胡彦卓认为 必须得用 这铁甲拐子连环马了 所以第二天 胡彦卓 就把这三千 铁甲连环马 准备好 三千铁甲连环马 在大营的左侧 裂开了队伍 等候着 铁甲连环马的前边 有几面大棋 把他们都挡着 不让对方看见 胡彦卓 放炮出兵 来到水澎岸边 又往山上 讨敌要阵 今天胡彦卓这一讨敌 山上的宋江 带领着众围弟兄 两千人马 又下了山 因为昨天 打了个大胜仗 宋江一看 所谓京都来的 这些个争角官军 也不过如此而已 今天就带了 四十名战将 一起下山 打算要跟胡彦卓 打一个大仗 要一仗把他打败 宋江坐着船 到了水泊岸上 众人马一上岸 宋江亲自 怀抱令子齐 指挥作战 今天 首先一个出阵的 还是霹雳火秦明 秦明手中 摆钉钉琅牙棒 催马来到阵前 指明点性 要双边胡彦卓 过来交战 双边见胡彦卓 催马来到跟前 跟秦明两个人 就打在了一起 两人正在征战之际 今天双边胡彦卓 可不是真心实意的 跟秦明打了 他主要是 借着和秦明 征战这个机会 要引出他的拐子连环马来 胡彦卓 打着打着 突然间虚打着一边 拨转马头 往下就拜 胡彦卓 往下一拜 秦明把这 叮叮狼牙棒 手中一举 喊了一声 你往哪里跑 随后催马就追 借着秦明催马 往下一追的时候 宋江以为是大冲锋的机会到了 他把令子齐 手中一百分副 众三军给我乘肾 追击 凉山的兵将 满山遍野 奔着宋军的大营 可就冲上来了 正在他们望上冲的功夫 双边将胡彦卓 传了一道命令 吩咐一声 把大骑打开 挡着拐子连环马的那几面 大骑 扑拉的一下子 往旁边一闪 三千拐子连环马 有大伙 可就上来了 三十匹为一队 一共是一百队 这一百队拐子连环马 拉开的大阵是 满山遍野 奔着凉山兵将就来了 他们离远距离的时候 先是开弓放箭 这些个人 都是些个好弓箭手 箭不虚发 箭如飞黄 奔良神的队伍 就射过来 宋江一看 他后边还有一支这样的队伍 这支队伍 穿张打扮 跟平常的队伍不一样 宋江是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军兵 宋江马上吩咐守进人 也用箭射他们 梁山上这些兵族和将官 一个个摘弓抽箭 阵口打线 用箭往对过射 可是你这个箭射到他们身上 射不进去 眼见着那个箭射到身上 啪叉就掉地下了 人家那个箭射到你们身上 你就得重箭 轻者负伤是重者丧命 这些个梁山好汉 和这些梁山的楼兵 你看不好 马上回来 禀报主将告诉宋江 说现在队伍来的这支队伍 他们身上有铁甲 我们射不尽 宋江一听 马上吩咐 对围变对头 往下撤 他说往下撤 可就有点不感叹了 这些铁甲连魂马 就冲上来了 马上的这些军族们 手中端的都是长枪 他们见了梁山的楼兵 啪啪啪 用枪之炸 可是梁山的这些喽啰 拿刀剁他们 剁到身上剁不进去 拿枪扎到他们身上 扎不进去 这一面的仗可就不好打了 眼见的很多梁山上的楼兵 一个个是鹰生倒下 尸体航尘 这一仗 宋江败的比较惨 宋江催马往这水坡边上跑啊 后边 双边将胡彦卓手中摆双边 带领着千军万马 随后追杀 胡彦卓这眼睛可就盯住宋江了 他远远的看见了 马上报令子旗的那个人 就是梁山上的头领 我要把那个人捉住 此番到梁山 我就大功告成了 胡彦卓催开这批贴青马 瞄着宋江这个影子 紧追不放 这个时候宋江左近的几位将官 秦明啊 林冲啊 他们都中了剑了 身带着剑伤往下逃跑 宋江来到水坡边上 水凳林安下掉作马 李俊还有三软众位弟兄 已经把多少只船只在那预备好了 他们正要上船的功夫 看着后边胡彦卓就追上来了 宋江回头一看 不好 一瞅他那个主帅跟上来 这个时候 小李广花荣一伸手把这功就摘下来 抽出凋零剑 任寇大仙 瞄准了胡彦卓 啪 撒手就是一剑 小李广花荣那是神射手啊 这一剑奔着胡彦卓的面门就射过来了 胡彦卓正往前追着 忽然听见风声响出 对过有一剑射来 胡彦卓一低头 略微晚了一点 这只剑正穿在他的头盔当中 他这盔 冲天铁脚盔 上面有一个鹰嘴 这剑正射在鹰嘴里边 扑的一下子 胡彦卓一摸 这剑在这 哎呦 不好 他刚一愣神的功夫 小李广花荣第二剑 嗖 又过来了 奔他的先凶 胡彦卓赶紧往旁边一侧身子 这剑躲过去了 胡彦卓心想 我不能再追了 对过有一位神射手 他赶紧左脚尖一领灯 这匹蚂蚁拨头带领着 众三军回转迎去 此时宋江 带领着梁山兵将 乘船来到金沙滩 下船一登岸 回头再一看 死伤的军士族有三分之一呀 宋江拔脚一跺 哎 这是天 胡彦卓的铁甲连环马 大败梁山的兵将 宋江上了金沙滩之后 回头一看 带出去的众军族 死伤了有三分之一 宋江拔脚一跺 哎 这是天绝我也 宋江这眼里都转了泪了 旁边黑旋风李逵说了 大哥 那算什么 这就叫天绝你了 咱们打住击桩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不是也没胜吗 后来 还是咱们赢了吧 旁边众位弟兄 一个个都劝慰宋江 宋江带着重兵将 回转梁山寨 那边 双边将胡彦卓是大得全胜 打扫战场 一查点 一共死了梁山的兵族 足有五六百人 胡彦卓回到军营之后 马上杀猪宰羊 犒赏三军 庆贺这次大战的胜利 不但是军营里边 大肆庆贺 而且胡彦卓又亲自写了一道公文 是报捷的公文 呐 乘到东京汴梁朝廷之中 直接递给太尉高求 这公文里边说 攻打梁山破 首战告捷 杀死梁山匪徒 足有千人 不是五六百人吗 怎么说千人呢 五六百人呢 说的太少点 打点虚数 说一千 给上级打报告 都得有点虚张声势 感情打宋朝那个时候 就有弄虚作假 胡彦卓这公文走了 他在大营里边 和先锋官韩涛 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攻破梁山 胡彦卓的这个告捷公文 到了东京汴梁太尉高求手里之后 高求一看是心中高兴 心想 这个双边将胡彦卓 果然是名将之后 倒在梁山 就打了胜仗 太尉高求 马上把他这报捷公文 就承奏给当今圣上 皇上一听 更是龙心大悦 马上将之 赏赐他 羊羔美酒 白银几千两 犒赏三军 同时呢 皇帝在他的御马院里边 找出了一匹马 把这匹宝马赃送给双边胡彦卓 这匹马 名字叫踏雪乌龙居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 这匹马是一匹黑马 唯独这四个蹄子 从蹄碗往上 一尺多高的这个地方 是白的 因此而得了这么一个名 派朝中一个太监 带领着这些犒赏的物资 由打东京汴梁洞深 就来到了梁山 到梁山下 胡彦卓的大营之中 以宣读圣旨 胡彦卓跪接圣旨之后 把这位太监让在中军大仗 太监把靠上三军的物品分拍下去 胡彦卓又是一番庆贺 尤其是皇上赃送给胡彦卓一匹踏雪乌龙居呀 这胡彦卓可是受宠若惊 胡彦卓心想 这说明皇上都知道我的功绩了 当今圣上心中有我 送与我这么一匹马 冲这一点 我得尽心竭力 为皇帝效劳 我得争取在近日之内 把水破梁山 一举踏平 现在胡彦卓 那简直野心勃勃 觉得踏平梁山之日 记在眼前 在九星宴上 跟朝中来的太监喝酒的功夫 胡彦卓忽然想起个事来 告诉太监 您回到朝中的时候 见了太尉高求 带我转言 我听说呀 咱们东京汴林的军界库里头 有一位总管 人送外号就轰天雷 他的名字叫林振 林振这个人 是咱们大宋国朝 会造火炮的一个能人 听说他造的火炮 发出去之后 可以置人于死地 能不能告诉太北高求 把这个轰天雷林振 给我派到前提上来 现在 我这首站 使用拐子连环马 把梁山的宋江 打得已经闭门不出了 他四周围都是水 我马上又找不着船 想攻打梁山 特别的困难 如果说这轰天雷林振 倒在这里 能带来几门火炮 把这个炮架在水坡的边上 调准了奔他梁山寨 打他几炮 说不定 就能伤损他们梁山的大本营 到那个时候 我再找到了船只 一举而攻之 可使梁山破灭 这太监一听 这个事我可以回去给你向太魏转告 太监在这靠赏万了三军之后 领着他的随从回到了东京汴梁 到东京见了太魏高求 就把双边胡彦卓提出来的这个要求跟他说了 高求一听 暗身大直 心想这个胡彦卓 果然是一位有勇有魔的将军 你看看 我这个军界库里边有这么一个轰天雷林振 我没想到他 他想到了 嗯 既然他想到了 我就得给他一支持啊 所以太魏高求 马上就把兵界库里边这个轰天雷林振给叫了 告诉他 让他到梁山那去 帮助双边胡彦卓攻打梁山寨 轰天雷林振放了太魏高求的旨意 马上带领着五十名随从 带着他的炮身 他的炮架 他的炮车 还有炮药 有打东京汴梁洞身就来到了梁山下 到梁山下 先入宋军的军营 见了双边胡彦卓 一说来意 胡彦卓对轰天雷林振那是远接高营啊 让到大仗之中就跟林振商议 问他这个炮火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林振说我这个炮啊 架好了之后 一炮放出能打到几百步以外 那么说吧 如果他那有一间房子 我这一炮打上 这房子就能给他打塌 嗯 胡彦卓听到这里心想 看来这个炮要想把梁山寨的大本营给炸坏 还达不到那么远的射程 因为大宋朝那个年头的炮 可不像咱们现在的六零炮高尸炮 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个年头的炮是比较原始的一种炮火 不过林振在那个时候能研究出这种炮来 已经属于能人了 胡彦卓又一想 即使这样 我弄几门炮 架到这水坡边上 没事就往你那梁山上轰 吓唬吓唬你 从心理上对你也构成一种威胁 胡彦卓说 林将军 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炮早日点安排好 就安排在水坡岸边 调准梁山的方向 咱们放他几炮 能打到他的梁山那更好 如果打不到梁山 能打翻几只在那水坡上来回行游的船只 那也算我军的胜利 林振说 这个倒可以 酒院之后 马上吩咐林振 准备造炮 他这个炮啊 有炮车 有炮架 有炮身 炮药 他得找一个地方 把这个炮支好了 安装好了 才能放炮 林振就在水坡岸边 支好了三尊炮 三尊炮支好了 炮药原料 都配备齐了 告诉胡彦卓 这炮可以放了 胡彦卓亲自就在这炮身的跟前 瞅着林振 准利放击炮 咱们看看 得找个攻击目标啊 往那个水坡之中瞧着 这两天 宋江是闭门不出 不下山寨 守在山寨上 想着破敌之计啊 他不出兵 但是在这水坡湖面上 经常有几只小船来回游荡 这几只小船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刺探军情的 宋江知道 双边胡彦卓 他的营中没有船只 因为这水坡周围所有的船只 都已经归到这边岸上来了 对过岸上 一只船没有 胡彦卓如果想找老百姓 在打造船只 那谈何容易 那可不是十天半月能解决得了的 出于这一点 宋江经常派出几只小船 就在离岸比较远的地方 远处观察宋朝官军的动向 坐这几只小船在水面来回逛道 双边胡彦卓每天看到 也只能是望船而兴叹 奈何他不得 今天他这三尊炮造好了 告诉灵阵 就瞄准那船 打 灵阵在这告诉他手底下这些个炮手们 看出了船只 给我往那船上打 炮手们点头 灵阵手中把小红旗一摆 瞄好了 放 说了一声放 这炮手拿着火声吹去了蒙头灰 往炮心声一点 一炮放出 这一炮叫石炮 石头的石啊 就是石头跟火要掺在一起 这一炮出去 乱石从天而降 正好就落在那船上 哗 乱石望下一砸 正好把一只巡逻的船只 就给砸漏了 船上的很多楼兵 都给砸伤了 还有一个楼兵把脑袋砸窟窿给砸死了 这船望下一沉 许多受伤的楼兵在水里边浮着水 奔金沙滩岸边逃去 另外几只船也急急忙忙摇着颅 奔金沙滩的方向逃跑 临阵马上吩咐 再放炮 还有两尊炮呢 这两尊炮呼呼 这两炮打那船没打中 逃跑的船只上了金沙滩 慌忙忙倒在梁山上聚一听 向宋江朝盖军事无用禀报 说对过啊 又增加了新式武器了 来了炮了 把我们的一只巡逻船只给打沉了 宋江一听 这脸色又沉下来了 宋江看看军事无用 又瞧了瞧入云龙公孙盛 你们说我们这个仗得怎么打呀 一个铁甲连环马 就已经打得我们闭门不出了 如今又来了炮火 我们还能下山吗 如果我们不下山 就在这梁山上死守 守到何年何月算一个尽头呢 鲁云龙公孙盛在旁边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 宅主 不必担惊害怕 俗话说 兵来将党 水来吐屯嘛 他不是来了炮了吗 寄门炮又何足俱灾 难道说你有破炮的计谋吗 这炮不用破 我们想想办法 把他放炮的人活捉过来也就是了 啊 把放炮的人活捉过来 那谈何容易 哎 宅主 我想 现在双边将胡彦卓 虽然陈兵山下 但是 他想上咱们梁山 比登天还难呢 我们四周是水 他缺少船只 怎么能上山呢 如果 我们要给他送那么几十只船去 他不会不高兴 宋江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他正缺船 你给他送几十只船 你是引狼入室啊 不不不 这几十只船 是吊尔 然后我们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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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你看如何 宋江跟吴用一听 好 高见 就按您的计策去办 于是宋江 马上叫过来混江龙李俊 还有浪里白条张顺 船火张横 软小二 软小五 软小七 这几位水军的首领 告诉他们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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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这几位首领领命之后 在山上点起了几十名水军 搂搂 带着四十只船 就奔着山下来了 到山下来之后 到一个芦苇堂中 停下了二十只船 另外带着二十只船 悄悄的游到了岸边 到岸边 在芦苇丛里边停住 没露面 浪里白条张顺 自个儿一个人 求水 奔着炮兵阵地 那个地方就游过去了 离那个炮兵阵地 不远的地方 张顺就上岸了 他在芦苇冲中 通过芦苇的空隙 观察那炮兵阵地 周围的情况 这轰田雷灵阵呢 打了几炮之后 扬了扬自己的威风 这炮就不放了 干嘛不放啊 放没有用啊 你那个炮射程不够 竟往水里打 那不白费炮药吗 他准备着 将来把船只要是打造齐了 攻打梁山的时候 再发挥他这个炮的威力 那么这块炮兵阵地呢 胡彦卓派了二百多名宋军 归陵阵调前 守护着这个炮兵阵地 怕的是梁山上的人 偷袭这个地方 浪里白条张顺 在这卢尾冲中 看明白了 他这个阵地周围 也就是二百来宋军 远处的大营 离他这个阵地 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事 远处宋军大营 不能及时得到消息的话 他想问这营救 就恐怕有点远水不解尽可 这正便于我们行动 浪里白条张顺 看完了之后 就回去了 回去告诉混江龙李军 混江龙李军领着三软弟兄 带着那么十几个楼楼兵 他们就在这个卢尾冲中 贴着岸边 奔着炮兵阵地 这块走 走一段 扶身呆一段 又走一段 又扶身呆一段 远远的看见那个炮兵阵地了 他们继续还往前走 故意的把自己的身影 让炮兵阵地的那些宋军们 能够看到 那些宋军们跨着腰刀 带着武器 围着这三尊炮是来回之转的 其中有一个宋军忽然发现 在一望之内 芦苇冲中人影摇摇 这个宋军就喊了一声 哎 那边有人 说了一声有人 轰天雷凌震定睛 望着一看 是 果然有人 过去看看 有几十个宋军就过来 这几十个宋军望着一走的功夫 混江龙李军末转头来 带着这伙楼楼兵 撒腿望回就跑 他们撒腿望回这一跑 灵震就认准了 这是梁山上下来探听 军机的探子 灵震一看 陶小姐就拾了个人 这拾了个人 我要把他们抓住了 说不定 就能得到一些 梁山上的机密 灵震马上 带领着这二百多个宋军 跟我一起追 二百多名宋军 在灵震带领之下 随后就连 他们在后边连 他们在前面跑 跑着跑着 就到了他们停泊船只的地方 这二十多只船 十个人蹭蹭蹭 都蹦到船上去 船上还有那么十几个人 一共也就是三十来个人 这三十来个人上船 他们假装手忙脚乱 解这个缆绳 好像扣也解不开了 动作一慢 灵震带着宋军 就追到这 灵震一看 这有二十多只船 哎呀 我们的主帅这两天 为了找船的眼睛都激红了 哪也找不着船 求老百姓打造 要不敢探 这不他们给送船来了吗 既然你们送船来 我们烟能不要快点抢他的船 这二百多人 对他三十来人 那从心里上就站着上方 吸着呼噜往船上这一拥 李俊他们一个个的往水里就跳 吸着扑弄扑扑扑扑 全跳到水里去了 跳水里边往前就游 他们往前这一游呢 灵震领着宋军就都上了船了 上了船解开缆绳 知州灵安 他们架着船 追赶那些覆水的人 这些为覆水的全是好水性 一会儿的功夫 在对过的那片芦苇冲中 又出来二十多只船 这些覆水都上了那二十多只船 他一上那二十多只船 灵震 得龙而忘蜀 贪心不足 啊 那还有二十多只船呢 干脆吧 咱把他那二十多只船 一块都夺过来 这就夺了四十多只船 这可就解决了大难题了 灵震站在船头上 吩咐守协人 快点摇炉 把那几十只船 举上 前面那个船就跑 他在后边摇着炉就追 追着追着 就追到梁山坡的湖心之处 这船正往前走着 灵震就觉得这个船 嗯 不对劲 怎么有点望下沉呢 灵震此时才知道 上了当了 怎么回事啊 这二十多只船呢 都是特制的船 船底下都有一种蝎子 什么蝎子 有个窟窿 里边钉个蝎子 这蝎子是活的 一拔能出来 这个船 这是故意的转敌人的船 他们带了二十多只船 就是框他们上来 好让他们进水 现在这水里边 潜伏着 有二十多名水族 这水族在底下 把这蝎子就都给拔出去了 蝎子一拔出去 那个水顺着眼 就往里咚咚咚咚咚咚 一劲之怪 船里边水要满了 他能不望下沉吗 这船眼看着望下已沉 轰天雷 灵震一看 哦不好 这船怎么的了 所有的这些个宋军们 也都慌了神了 眼瞅着船望下沉没 其中有会水的宋军呢 咕咚咕咚 这就往水里边跳 不会水的 站在船板上 俩脚跺的干着急 轰天雷灵震会不会水呢 轰天雷灵震呢 会张口腹 到水里边灌满了算 眼瞅着船就下去了 灵震跟着眼下去了 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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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口水 他就晕了 这些个宋军 都被梁山上的水内兵族 把他们都给擒货了 灵震呢 灌晕了之后 也被捞上船来 混江龙李俊 以及众微弟兄 带着轰天雷灵震 回转梁山 来到金沙 他那个岸边上 李俊把这灵震 肚子里边的水 空出来 醒过来之后 把他绳捆缩绑 带着锯一厅上 见了宋江朝盖 向两位债主复命 宋江一看 真把这个轰天雷灵震 给活捉来了 心中是十分的高兴 别看打了败仗了 这是败中有胜啊 宋江马上吩咐 把轰天雷灵震 解开绑伤 灵震心中纳闷 我们两个是 两军对垒的敌人 怎么把我捉住之后 还居然把绑伤松开呢 宋江跟灵震说 九木将军大名啊 今日相见恨晚 我等众微弟兄 在梁山落草 十出万般无奈 梁山上众未豪杰 哪一个人 都有一段心酸的经历 被逼无奈 万不得已 才在此处相聚 在此 无非是高举一起 替天行道 今日给将军 把绑绳松开 无非是 想让将军在梁山立足 助我等一臂之力 宋江这是劝降啊 轰天雷灵阵阵心下 我要是投降了梁山 就是欲择扣为武 灵阵半赏无言 宋江说 灵将军 如果您现在 逐一尚未拿定 这也不忙 暂且在我梁山小住 何时想开 何时再做道理 这灵阵 包括前一回 拿进来的 那位天幕将军 彭起 一起在梁山 就给软禁起来了 也不绑你 也不捆你 在梁山上 给你找一个好地方 让你休息安歇 一日三餐 好酒好饭招待着 但是你下梁山 不能下去 让你们两个 在这好好地思考思考 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再入伙 宋江还很会做思想工作 这里把他们两个 留在梁山上了 可是宋江 以及诸位首领 对眼前的强敌 双边将胡言朔的 铁甲拐子连环马 却是束手无策 怎么破这个连环马呀 谁也想不出高招来 大家伙 纷纷议论 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队伍 应该怎么样的迎战 这一天 那个金钱抱的汤龙 突然对宋江 说了那么一句话 大家主 这两天哪 我看您愁眉哭脸 我也挺替您着急的 其实 破这拐子连环马呀 我倒听说过 不过呢 就怕这个事办不成 宋江一听 汤龙献献帝 你知道怎么破这连环马吗 据我所知啊 我这是听我父亲说的啊 我那天刚学武术 就十几岁的时候 我父亲呢 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当差 他给他们打兵器 有一回我父亲让我打一种兵器 我没见过 我说这叫什么兵器呀 我父亲说这种兵器呀 叫勾连枪 我说这种勾连枪 是干什么用的呢 他说这种勾连枪啊 可以两军阵上和敌人作战 同时呢 他还可以破拐子连环马 我说什么叫拐子连环马呢 当时他就给我讲过 但是我小啊 也记不太齐全 现在 胡彦卓带来这拐子连环马 在正场上一出现 我才知道 这就是拐子连环马 所以要破这个拐子连环马 得有那勾连枪 哦 宋江说这勾连枪 你还会打吗 汤龙说这勾连枪 我都会打 跟我爹打了几回呀 我倒记住了 那个图样 那个尺寸 我都知道 但我只会打枪 不会炼这个枪 光会打造 不会炼 那也白费呀 谁会炼这个枪呢 要炼这个枪的人 可有这么一个 跟我还沾点亲戚 是我的表兄 他现在住在东京汴梁啊 他在皇宫内院 亲军队伍的金枪班里边当教头 人送外号金枪将 他的名字叫徐宁 这个金枪将徐宁 他们家祖传会练勾连枪 勾连枪的招数挺绝呀 一般人不会 徐宁会这个勾连枪呢 人家也不外传 人家这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独门把事 哦 军事无用在旁边说了 照这么说 咱们把这个徐宁请到梁山上来 让他们教咱们练勾连枪 不就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了吗 唐龙说这虚宁他来不了啊 人家是皇帝的亲军 能帮着咱们办事吗 无用说不要紧哪 他来不了 我可以想办法 让 金钱报的唐龙 向宋江说出了一个破连环马的办法 要破连环马 需要有勾连枪 要想找交勾连枪的人 就得请金枪将徐宁 但是徐宁 是皇帝内院金枪班的教头 你请请不来 这怎么办 军事无用在旁边说了 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 金钱报的唐龙说 你想办法 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 无用说 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 对啊 我们俩是无表亲 亲戚走动的如何 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 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 嗯 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 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 哎呦 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 人家问我在哪呢 我说我在梁山呢 你找我干嘛呀 我请你上梁山 入火去 人家能干吗 嗯 咱这山寨上 还有没有跟他有交情的 旁边豹子头临冲说了 军事 这个金枪将徐宁 我在东京变梁当教头的时候 跟他认识 此人 乃是一个人人君子啦 不但说武艺高强 而且人品出众 要认识他的勾连枪 在武林中 那是远近温明 军事说 你要去能把他请来吗 林冲说 恐怕也很难 我身在梁山 以梁山人的身份去请 他是肯定不来 嗯 吴用说 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呢 比如说 我不正面去请 我们插个圈 挽个套 我们转着弯着 把他框来 如何 金钱抱着唐龙 挠挠挠挠的 嗯 我看哪 这都可以 吴用说 有什么办法吗 唐龙说 这个徐宁家里边 有一件 传世之宝 当初我跟我爹地 到他家里边 穿门去 我曾见过 什么传世之宝 这件传世之宝 名字叫做 燕陵甲 据说呀 他这身甲咒 是用燕陵和香金 做出来的 这身甲咒 呸在身上 非常的轻 但是这身甲咒 刀枪不入 这套燕陵甲 又有一个别名 叫塞汤尼 古代传说 有一种唐尼凯 唐尼凯呀 是一种唐尼鱼 做的 据说这种唐尼鱼 它的皮 刀枪不入 这个鱼死了之后 把它的皮 就做成一个铠甲 趁在里头 枪扎不进 刀砍不入 所以得名叫唐尼凯 他这个燕陵甲呢 别人叫塞汤尼 好像唐尼凯一样 穿上 就可以护身 他们家祖传下来这件宝贝 据说到在徐宁这辈 已经是第四辈了 徐宁 把这件宝物 放在一个皮箱里面盛着 他自己从来不穿 当做传世之宝 在家里边保留着 那年我跟我爹地 到他家里去的时候 他曾经把这个燕陵凯拿出来 给我们展示观看 我当时见过 这个凯 的确是西式之物 然后 他把那个皮箱子又盖上了 他把那个皮箱子 放在了他们家 住室上面的过梁坨上 拿个绳 系着 捆在上面 非常结实 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 就因为他怕这件东西丢了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躺在床上 一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那个位置 这个东西就不易丢 可相而知 他把他 视为自己的眼睛一样 真是的 如果说 我们能把这个燕陵甲倒出来 就可以把他吸引到梁山来 只是这个燕陵甲 也不太好到啊 军事无用意拍手 有了 你既然说出这么一件事来 我想 就能把徐宁请上梁山 到燕陵甲 这有何难呢 我们梁山上 我们梁山上有人呢 谁呀 我们梁山上 不有一个 善于偷盗的英雄吗 古上早十千 宋江说 对对对 古上早十千 有高来高去的本领 他正胜此人 当时军事无用 就把古上早十千找来了 找来十千 跟他一说这件事 现在 我们梁山面对强敌 无法破他的拐子连环马 为了破拐子连环马 只有去到东京请徐宁 要请徐宁 就得先到燕陵甲 到燕陵甲 没有这个人 选定了你了 你能不能去 古上早十千 听到这里 把自个儿这八字胡捋了一下 远眼珠一转悠 呵呵一笑 呵呵呵呵 到燕陵甲 手到前来 不过我得问问 这个燕陵甲 是不是还在那个过梁坨上放着 金钱报的汤龙说 那是头好几年 我上他家去 看到那燕陵甲 在那过梁坨上放着 至于现在 是不是还在那放着 我也说不准呢 十千算好吧 只要这个燕陵甲 指定是在他的家中 这就行 我准能把他倒来 军事 我如果要把这个燕陵甲倒来 那你得给我系工啊 军事无用说 我得给你系头工啊 就等于你帮着我们梁山寨 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呀 嗯 好好好 燕陵甲我能倒出来 那么这个徐宁 怎么把我请他呢 吴用说咱们得共同商量一个计谋 于是军事无用 入云龙公孙盛 加上朝盖 宋江 十千 汤龙 铁轿子 月和 他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 商量了一个计策 这个计策 商量了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都商量完了了 无用 就派铁轿子月和 汤龙 十千 三个人 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 第一步下山走的 就是十千 十千 跟金钱报的汤龙 铁轿子月和 两个人都商量好了 我们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相逢见面 定规好了之后 古上早十千 自己先回到自己的房屋之中 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这是要到东京汤梁 徐宁的府里边 偷盗雁领甲呀 这件事情 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十千 在自己的屋子里边 换了一身 紧身一靠 他头上戴着一顶 马尾透风筋 迎门到拉三间瓷窝叶 左边边带青龙球 欠白点满天星 浑身上下 穿的是青断的绑身靠 那边那脚 那领那袖 上袖 腕子不到头 十三太把这钮盘 排口到底 腰中记着一巴掌多宽 一大钱多后的四丸战袋 双锤登楼碎 大袋提起来 在腰中一夜 下边都当滚裤 趁着响牛皮 嘎的底大一巴 斑筋鱼鳞撒鞋 身背后 背了一口亮银柳叶 披风刀 鞋跨了一个白宝囊 所谓白宝囊者 里边装的是 陆林英用之物 这里边 有波门窍户的小家设 十三太把的小钥匙 打狗棒 胃勾饼 火折子 火指门 一英俱齐呀 事前收拾好了之后 带了一些银两 辞别了山寨的债主 下了梁山 直奔东京便梁 一路上小型业注 鸡三客银 这天就走进了东京 他跟汤龙啊 早已经打听明白了 知道金枪将徐宁 他家就住在 安乐街紫竹巷 第三个门口 他先打听这安乐街 打听到安乐街 又找到了紫竹巷 离紫竹巷不远 有一个店房 十千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 自个儿包了一个单家 吃过了晚饭 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 哎 我这皇家 我跟你打听个人 你知道吗 哦 可爷 您打听谁 这个安乐街紫竹巷 胡同里边 有一个姓徐的 你认识吗 姓徐的 徐宁啊 对 人送外号金枪将 哎呦 那大名鼎鼎啊 那能不认识吗 那是皇宫内院 亲军金枪班的教头 徐教头 我们都熟悉 哦 这个徐教头 怎么样啊 您说什么怎么样 人怎么样 好人呐 徐教头 我们这一代 不管老少 提起徐教头来 都得挑大拇哥 今儿早晨刚过去 我还看见他了呢 今儿早晨上哪过去 上皇宫内院里边值班去 天天老早就走 晚上才回来 哦 照你这么说 这个徐宁他今儿个没在家 啊 您找他呀 啊 我想要见见他 您跟他认识 我们俩 朋友 哦 老相识 哎不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哎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是闯荡江湖的 啊 做买买的 好练武艺 听说这位金枪将徐宁 武艺超群 尤其是 他们这个老徐家 有个祖传的勾连枪 招数出众 我特意千里迢迢 到东京汴梁来 要找这位徐教头 跟他学学这勾连枪 不知道这勾连枪 他能不能交给我呀 哼哼 你想学这勾连枪啊 那 绝对不能交给你 我们早听说过 徐教头 勾连枪 决意 不外传 他们家有这规矩 上一辈上 是传媳不传女 知道吗 儿媳妇可以交 闺女都不交 为什么呢 交贵了闺女 闺女一出嫁 带带别人家去了 传到外征上去了 不交 哦 这么厉害 哎 这个徐宁天天晚上 得几更天回家呀 晚上啊 人家里没准啊 皇宫内院的事 谁知道啊 有时候一更天 有时候不到一更 这个事咱还没留神 嗯 好好好 两半喝剩下这酒 往这馒头里边倒了点 把这馒头用酒都给亲透了 然后把这两瓣馒头揣到白宝囊里了 干嘛呀 第一方这徐宁家里边有狗 如果有狗的话 把这馒头扔给他 让狗光吃这馒头 他就不叫了 十千 尤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之后 顺着大街来到了紫竹巷 进了紫竹巷第三个门口 黑漆的大门 五凳汉白玉台阶 门口有两个石石子 大门紧闭 十千 没敲这门 他又往前走 一看就在这个院子的拐角的地方 院外有一棵大柏树 这棵柏树 瞅着样子足有一百年了 枝叶茂盛 十千 汗底拔葱一纵深 嘶 就上了树了 他搬着树枝 在树上扶身往院里边一看 院子里边的情景 看得清清楚楚 他一瞅啊 这是个两进的院子 前面一个院 后边一个院 前面一栋非常精致的小楼 二层的 后边也是一栋二层小楼 十千估计 前面这两层楼啊 可能就是徐宁的书房和客厅 后边的两层楼呢 大概呢就是卧室和餐厅 再加上那边的厨房 嗯大致差不多呀 十千在这树上蹲着 往院子里边瞅着 一看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 仆人并不多 三三两两的家奴院工 有那么两三个丫鬟 不知他们在出出进进的干什么 十千等着 等到定更天了 听远处桥楼上 帮托 根古一想 十千心里合计啊 这徐宁他是回来了 还是没回来啊 我不能光在这树上蹲着 我得上那院子里边瞧瞧 第一是看看徐宁回没回来 第二 我得探看探看 那个燕灵甲 是不是还在他的那寝室的大梁托上放着 如果说还在那个大梁托上放着 那么我就到他寝室中去盗取燕灵甲 如果说不在那大梁托上放着 换了地方了 这事恐怕就多了一层麻烦 我得从侧面打听了解 他那个燕灵甲存放在何处 然后再到那去偷 就这如意 想到这 十千有打这柏树上边跳下来 他顺着这个院墙就走到了后院 到了后院一纵身 左胳膊一跨院墙头 他脑袋望向一看 院子里边静悄悄无人 双腿一飘 他就跳进来 高抬脚轻落步 捋着后院的这栋小楼 他往前走 刚走没有两三步 就听旁边的屋子里边有人说话 哎呀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 今儿个回来的晚 就说的呢 真够累的 你广说在皇宫里边当差 那么容易吗 七五经爬半夜 没早没晚的 这两天老爷都有点累瘦了 可不是吗 皇上的事多呀 上哪去老爷都得跟着 十千听到这儿望下一副身子 就蹲下了 然后他慢慢的把身子望起一抬 就在这个窗户抬这儿 把脑袋伸出来 往屋里边一看 一瞧这是个厨房 厨房里边正有两个小丫鬟 在那儿刷碗呢 这俩丫鬟是一边刷碗一边对话 老爷那饭给留着来了吗 留着来了 放在那餐厅里边了 那老爷要再回来晚了的话 得把饭菜拿过来热一热呀 等老爷进屋的时候再热 赶叹 嗯 十千一猫腰 尤打这窗胎底下又往前走 再往前走不远 往屋子里边一看 这是餐厅 十千想 这餐厅上边 那大概就是徐宁的寝室 十千 尤打餐厅外边 又走到那头 墙角这个地方 他俩手一扒着墙角的砖缝 上了二楼了 来到二楼上 一飘腿 就进了二楼的个走廊了 二楼的走廊 一溜红旗的栏杆 红旗的栏杆里 是一头宽的走道 走道的里边 是一溜花铃子隔扇门 十千 就像一个小猫一样 脚步清洁 没有动静 他贴着这花铃子隔扇门 往前走了两步 把这身子又扶下了 因为什么呢 他发现这隔扇门里边 有了灯光了 是有一个丫鬟 点着立盏灯 送到这屋子里来了 十千等了一会儿 听屋子里边没有动静了 十千这才长起身子 把这隔扇门上面的窗户纸 划破了一个小窟窿 苗一幕望里边观瞧 一看这隔扇门里头 是外间屋 再往里走呢 就是里屋了 十千又往前走了两步 一看这是里屋的窗铃 他在里屋的窗户外边 把窗户纸 又捅了个小窟窿 望里观看 瞧着这里屋 有一盏灯 灯旁边 坐着一位 三十来岁的妇女 在灯光的映照下 可以看出来 这个妇女 长得端庄俊秀 十千估计 大概这就是金枪将 徐宁的夫人 就看这位夫人 手里边拿着针线 正在绣一件锦袍 十千想 这个锦袍 大概就是徐宁穿的衣裳 他呢 套着这个窗户纸上的窟窿 往这屋子周围观看 旁边有床 那边有八仙桌子 太师椅子 调案机 下面有绣墩 他特意往当劲看 看什么呀 他找那过凉坨 他望上一瞧 真有个过凉坨 坨上边果然放着一个皮箱子 用两道绳带子在那捆着 十千一看那皮箱子 在过凉坨上放着 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 嘿嘿 瞧这意思 他这个燕灵甲还没挪地方 他把这儿 当作万无一失之处了 哈哈 今天我就给你偷走 但是怎么偷呢 屋子里边有人呢 如果我进屋愣抢 不行 要正赶着徐宁回来呢 嗯 东京汴陵城里边闹热了之后 我连城都出不去了 那儿一来 就画虎泪拳 弄巧成拙了 我师椅子这次倒燕灵甲 难就难在 不但要倒假 而且还得把徐宁 框上梁山 哎呀 这可真得费点心思 师椅子正在这琢磨着 就听前面有人喊 老爷回来了 哎呦 金江江徐宁回来了 石前听到这里一纵身 蹭哪儿去了 他蹦到这个走廊上头 房船子底下的地方 俩手一抓那房船子 后背靠着柱子 俩脚一蹬那边的墙 整个人就蹦到这儿了 蹦这之后 石前注意听着屋子里边的动静 真是金枪将徐宁回来了 徐宁进前院走过厅 来到了后院 一到餐厅门口 有两个小丫头迎上前来 老爷您回来了 今儿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啊 宫里边是忙 所以就晚了 老爷 我这就给您热菜热饭去 两个小丫鬟 把给徐宁留的这饭菜 端到厨房里边热了一热 然后 尝着又端到餐厅里边 摆在了饭桌上 徐宁呢 坐在桌子旁边 就吃这晚饭 徐宁在那吃晚饭 石前就在那楼上 走到的上头绷着 石前心里何假 这小子回来怎么不上楼啊 我得尽早的知道 他今儿晚上在哪住啊 好到这个燕灵甲呀 现在他不动弹 我还不敢动弹了 徐宁一回来 他是练武的人呢 耳聪目明 我要是一动 万一闹出点什么声音来 他发现了 非把我当贼抓起来不可 那样的话 事可就全砸了 行啊 我在这儿绷着劲 先在这儿绷着吧 石前就在这儿等着 徐宁呢 晚饭吃完了 离开餐厅 迈步走上楼来 上楼已推翻门 走进屋中 他夫人站起来 先打着一个招呼 官人 你回来了 啊 回来了 怎么样 我这个袍子 给我绣好了吗 刚绣完 来 你穿上试试 嗯 我瞧瞧 徐宁把这件袍子接过来 就穿到了身上 把这一扣一记 长肚肥瘦一瞧 正好 嗯 这件袍子嘛 这还是真不错呀 呵呵 怎么样 穿着这件袍子 明天 咱们两个上街呀 不行啊 明天上不了街 今天晚上咱得早睡 明天四更天 我就得上朝中 又 又有什么事啊 明天当今圣上 要上龙夫寺将乡 我们内宫的亲军 都得随家而行啊 告诉 四更天起来 四更半天 就得进宫 谁挽去了也不行啊 嗨 能不能想想办法 你别干这个差事了 哎 这是什么话呀 皇帝待我不搏 十王路 当司报王恩嘛 行 明天等着皇帝 龙夫寺 降乡之后 咱们两个 再上街也不吃 徐宁把这个袍子 就脱下来了 望着一放 你把他跌好了吧 他夫人在这 给他跌了个袍子 十圈在上面心想 啊 这下子明儿早晨 他四更天就走 四更天就走 那天还不亮呢 他肯定在这屋子里边 再不能出去了 紧接着 他就该睡觉了 这一觉 睡到四更天 起身上朝 在这个阶段里头 我不能进屋去倒假去 徐宁 他在屋子里睡觉 我要进屋倒假 弄不好 他准能知道 一知道这事就砸锅 但是我不能进屋倒假 我在哪待着 我也不能这一宿 就在这棚顶那么崩着 嘿 我得下去 十圈一转身 他抱着一个柱子 像一个小猫一样 刷 有打柱子上 他就出流下来 出流下来之后 他又趴到这窗户台根底下 借着刚才捅的那个窗户 只上的眼儿 隔了眼睛往里看 一看这这徐宁 在椅子那坐着呢 他的夫人已经给他 欺上了一碗茶 徐宁正在那喝茶 好像是在休息 十圈借这个机会瞧着瞧 徐宁这个寝室的墙上挂着一口宝剑 一进门这个地方 有一张宫 宫的旁边 还挂着凋零剑的剑袋 嗯 看来真是一个教头的家呀 处处都充满了上午精神 十圈正在这瞧着 有两个丫鬟从楼下上来了 登登登登登登 两个丫鬟走进了外屋又进了礼屋 老爷 今晚上 你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吗 不要你们干什么了 你们 下去睡觉吧 就看这两个小丫鬟 一转身出去 下了楼了 十圈心想 这两个丫鬟就在楼下厨房旁边那个单家房里睡觉 嗯 我要偷这个燕灵甲 只能从他窗户外边这个走廊这儿跳楼倒在院子里 再走 如果顺楼梯往下走的话 必被这两个丫鬟发现 好 我就在这个地方待着 我瞅着徐宁他什么时候睡 等他睡着了 我再潜入他的室内 上他的凉坨 偷着燕灵甲 十圈在这等着 这徐宁喝完了茶之后啊 拿过一本书来 借着灯光在这看书 十圈心想 嘿 啊 还要夜读兵书战策呢 嘿 到这咋玩了 你干脆快睡觉得了呗 你睡着了 我好进去掏你那燕灵甲呀 你要不睡我也不能进去 十圈就在窗户外边生在这靠着 听着桥楼上 邦邦 唐唐 打二更了 就看徐宁 把那书本往桌子上一放 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哦 十圈心想该睡觉了 徐宁伸完了懒腰之后 把这书本拿起来 又揭插还看 十圈一看 嘿 这书也呢还不小 就这功夫 忽然在十圈的身后 就听见扑腾的一声 紧接着屋子里边 徐宁就站起来了 谁 十圈一听 十圈要偷徐宁的燕灵甲 蹲在窗户外边 他等候着徐宁睡觉 就在这一功夫 他的身子后边 突然有一声响 扑腾 这声响 屋子里边的徐宁也听到了 他立时就站起身来了 谁 这一说谁呀 把十圈吓得 尤打这过道这一纵身 越过这护栏 俩手一扒那护栏的底 他把自个就挂到 这个二楼的护栏下边 十圈俩脚腾空 在这挂着 仔细听 什么玩意儿 就听那边又传来了声音 猫啊 把十圈气的 心想这个该死的猫 你把我吓得差点没掉楼下边去 这功夫就听徐宁 有大屋子里边走出来了 徐宁走出之后 走到过道这个地方 他也看见这只猫了 去 这只猫跑了 徐宁一转身 又走进了屋子里头 外边的门插上了 里边的门也插上了 十圈还在这挂着呢 听里边动静 没有声音了 十圈俩手一使劲 呲 又跳到这窗户外边的过道这儿 他往里边一瞧 刚一看的功夫 刚一看的功夫 头囊里边掏出个挺薄的小刀子 这是拨门用的 他把这小刀子顺着门缝 插进去往前一滑 刚一拨这门插棍 咕咚一响 十圈把这刀又撤出来了 十圈心想 不行 如果我要这样拨门 容易被徐宁听着 徐宁要听着的话 今天晚上一出来发现了我 什么事都耽误了 我呀 今天晚上不能偷他的燕灵甲 徐宁说了 他四更天就走 我就等他四更天走了之后 我进去再盗他这个甲咒 十圈 把这拨门的小刀子又装起来 转身又来到窗外 十圈一转念 他在屋子里边睡觉 我在窗户外边给他打羹啊 不行 他得四惊天才起来呢 这还有两个时辰呢 干脆吧 我呀 上他那厨房里边 找点门吃得了 十圈这人肚子有点饿了 他有打这个二层楼上 一翻身 轻轻的跳到院子里 迈步来到厨房 一推房门 进来了 把这厨房门关上 兜囊里边拿出火折子 打着了火 把灯点着 火折子又装在兜里边 一看那厨房里边 有很多剩菜 旁边还有酒 哦 干得吸得都全呐 十圈先想 在这儿来一顿宵夜 十圈 连喝酒 再吃菜 正在这儿吃得香的时候 就出这厨房的门啊 开个一个缝 把十圈吓一跳 十圈心想 谁进来 他定睛一瞧啊 有打那厨房的门缝里边 钻进个狗脑袋来 是徐宁家里边养的一只大黄狗 看家护院的 这个大黄狗啊 把这厨房门拱开之后 脑袋伸进来 一看十圈 他就冲着十圈之示威 这一哼哼接着就要咬啊 因为十圈是生人呐 十圈赶忙的往兜囊里边一伸手 就把在店房里边早准备好了的 用酒泡过的那两个半了馒头 拿出来 先拿出一半的杯 就扔个那狗了 这狗一看扔给他半了馒头 低头就吃 三口两口的把这半了馒头就吃了 十圈接着把这半了也扔给他了 这狗也把他吃了 吃完之后啊 这馒头里边是拿酒泡的 这酒可能起了点作用 这只狗就进来了 对十圈好像从感情上就和好了 尾巴之摇 脑袋之晃 在地下围着十圈之拽 十圈吵这狗之乐 十圈心想 都说喝酒喝到人肚子里边去 还喝狗肚子里边去吗 你看其实这酒喝到狗肚子里边去感觉也有作用 这狗喝醉了他也精神 十圈就把那个清炖牛肉夹了两块 弄一个大碗 碗里边倒上酒 把这牛肉就扔到这酒碗里头了 拿酒泡完了 夹七块牛肉来就扔给那狗了 这狗接茬还吃 吃完了又冲着十圈要 十圈又夹七块肉又给他 又为了好几块牛肉 这几块牛肉 扔给狗 这狗吃完之后啊 这狗可能就醉了 不大会的功夫 这狗趴在地下 俩眼就有点发捏 十圈吵这狗心想 啊 感情这狗喝醉了 跟人喝醉了 都一个模样 十圈也吃饱了 十圈吵那狗在旁边睡着了 十圈心想啊 我也睡吧 十圈就在这个厨房里边 把灯一吹 席地而握 他在这睡着了 一觉睡到将近四更天 十圈这心里边有数啊 知道徐宁四更天要起来 保着皇上去龙府寺降乡 十圈的生物钟非常准 不到四更 他自个儿扑扔家就坐起来 估计快到四更天了 我得离开厨房 徐宁一起来 他那丫鬟 得上厨房里边给他做早饭 一做早饭发现了 我这就麻烦了 十圈有打厨房里边出来 一转身 纵身形又上了二楼了 他在二楼的房脊上趴在那 浮身望下观看院子里边的动静 桥楼上一打四更 徐宁这个卧室里边灯光就亮了 徐宁起来了 下边两个丫鬟呢 就到厨房里边去 给徐宁做早饭 一会儿的功夫可能这早饭就做得了 徐宁有打屋子里边出来 要下楼 就听徐宁的夫人跟徐宁说话 哎呀太早了 我送送你 这徐宁的夫人起来就穿衣服 夫人一说要送徐宁的功夫 十圈在房上听着心中暗想 这个是个好机会 徐宁下楼 他夫人跟着旺旺一送 我就借这个空隙 进到他的屋子里边上房梁坨上 就把那个燕灵甲拿下来了 可是他听徐宁又说了 夫人天还没亮呢 你送我干什么 你还可以睡个早觉 你就睡吧 不用你送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 天天都走送什么 今儿可不是走得早吗 走得早也不要紧 你接着睡觉吧 好 那我就接着还睡吧 十圈一听 嘿 他又截茶睡了 他要在屋子里边睡 我就不能进去偷东西呀 使妻在房上趴着还看 徐宁有点楼上走下来 倒在里边饭厅 丫鬟这工把早饭端上来了 徐宁把早饭用完 一切收拾谨慎 徐宁低了着自己的枪 就奔了前院了 到了前院 有家丁给徐宁牵过马来 开开大门 徐宁牵着马往大门外走 他这个大门一开的功夫啊 大门后边有个铃铛 这个铃铛 咣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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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响 十圈在房上趴着心想 嘿 他们家挺有意思啊 这大门后边还带个铃铛 哦 可能有叫门的人呢 在外边有绳 一拽这铃铛就响 不用直接拍门 嗯 这玩意倒不错 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 徐宁走了 十圈瞅这两个丫鬟呢 在厨房里边收拾了一阵 接着把厨房的灯又吹灭了 两个丫鬟回来 就上了楼了 来到楼上卧室之中 跟徐夫人说 夫人呢 我们两个都收拾完了 您吃早饭吗 徐夫人可能床上还躺着呢 我呀 还打算再睡一觉 不吃早饭 待会再吃吧 夫人 那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了 你们俩也再睡一觉吧 哎 那我们两个就下楼了 不用下楼了 我这个床上挺宽敞的 一块睡吧 好 那我们俩就跟夫人做个伴吧 这两个小丫鬟上了床 就跟夫人同踏而眠 十千儿在房间一听 这事更麻烦了 这屋子里边不但是夫人自个儿 又多俩人 我怎么进去偷这燕灵甲呀 啊 十千儿在这房间可着了急了 心想 如果在天不亮之前 我把这个燕灵甲要偷不出去 天亮之后就得快走啊 今儿就白来了 亮着天不能偷东西呀 哎呀 急得十千儿直脑头皮 十千儿眼珠一转 有了 他优打这房上 顺着墙角 蹭蹭蹭蹭蹭 他下来了 来到平地 十千儿就来到了厨房 把厨房门一开 把厨房的灯又点着了 他一瞅啊 那大黄狗还在那趴着睡呢 哼哼 十千儿心想啊 老黄啊 今儿个我到这个燕灵甲 看来就得借住点你的力量了 十千儿又打这厨房里边出来 就奔前院 到前院那个大门里头 他拿出刀来 把大门里边挂的那门铃 他蹭的一下子 把那绳子拉断 把那门铃就摘下来了 门铃剩下一咕噜绳 他也蹬下来 十千儿二番回到厨房 进来之后 把刀憋好 他把这个门铃啊 带那绳子头啊 用这个绳子头 轻轻的就拴到这狗尾巴上了 拴到狗尾巴上之后 这扣是越蹬越紧 紧到根底下的时候 这狗感觉到了 这大黄狗噗愣家伙 他起来了 睁着眼睛一看十千儿 十千儿马上把手就松开了 冲这黄狗 他做了个手势 嘘 这黄狗 一瞅着昨天晚上给他肉吃那位 跟他感情不错 这黄狗没有 十千儿然后一转身 有打自个儿这兜囊里边 就掏出一股的长绳来 这绳啊 有四十多长 他把这个绳挽了一个套 系了一个扣 来到这黄狗的跟前 拿手扶着这毛 这黄狗自个儿觉得好舒服 十千儿呢 把这个套 就套在这黄狗脑袋上 撸到脖子这儿了 一蹬 这扣是步不紧 这绳子就拴牢靠了 黄狗一拨了脑袋 十千儿就站起来 把这个长绳的这头 就拴到了厨房这两扇门上面 有个环 拴那环上的 这黄狗呢 就在门环上拴着 他的活动范围 超不出这四无尺远 远距离他就走不了了 这黄狗可就站起来 摆着瞅着十千儿 两眼发直 十千儿一看 啊 还想要点吃的 有 昨天晚上在那酒碗里边 泡的那个清炖牛肉 还有呢 十千儿 加起一块了 呸 扔给他了 这黄狗吃的 接着又喂了那么三四块 这牛肉可都是拿酒泡过的 这黄狗吃了这几块牛肉之后 好像他醒过肚来了 又开始精神起来了 十千儿呢 又把几块清炖牛肉 放在这酒碗里边 涮了涮 这回可就不给这狗吃了 他把这个清炖牛肉拿出来呀 摆到这锅台上 让狗那看着 狗往前一够里肉 够不着 因为拿双拴着呢 十千儿一看 这个距离正好 十千儿安排好了 尤打这厨房里边 他就出来了 出来一纵身 又上了二楼了 就在那过道的窗户外边 服下身形 在那等着 狗在这厨房里边 可就纳腾起来了 因为这狗瞅那牛肉 他够不着 他往那窜 一窜 拴到脖子上那绳子 就把他蹬回来了 同时呢 这狗尾巴上挂了个铃铛呢 这铃铛就响 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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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 这狗够牛肉够不着啊 这狗一回头 发现自己的尾巴上拴着个东西 而且只响 尾巴一动 他就响 这狗歪着脑袋 想把尾巴上的铃铛给咬下来 可就差一点够不着 尾巴老动 他身子老拽 这铃铛还就老响 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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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下谁来呀 就是啊 听那个响声 好像挺近的 不是在前院啊 要前院铃铛响 咱们这后院一般听不着啊 可不是怎么着 你听听 咔咔咔咔咔咔咔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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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梅啊 你去看看吧 哎 秋军 你起来 跟我做个伴 咱俩一块瞧瞧 哎 这两个丫鬟就起来了 起来游打楼上下来之后 开开房门走到院子里 一听这声音 是在厨房那来的 厨房点着灯呢 哎 这厨房怎么亮着灯啊 我记得咱们俩刚才把灯吹灭了 不对 没吹灭 是 厨房里边铃铛响 哎呦 我的妈呀 厨房里没有铃铛啊 怎么会出来灵铛响呢 俩丫鬟试着望前又走了两步 仔细一听啊 不但灵铛响 还有声音呢 这狗啊 他自个还在那叫唤 小丫鬟一听这叫唤声可吓坏了 哎呦 我的妈呀 这厨房里面是什么叫唤呢 俩小丫鬟慌慌慌就跑到楼上来了 夫人哪 可了不得了 那厨房里边有种声音 您快瞧这些吧 那什么声音呢 快吓人的 徐夫人一听 是吗 我看看 这徐夫人起来穿好礼服 跟着两个小丫鬟可就也下了楼了 下楼来到院子里边 一听厨房里边 噗隆噗隆之响 因为那狗啊 现在不咬尾巴了 又奔得牛肉使劲了 他奔得牛肉一使劲 拽那个门就知动态 这狗也知哼哼 夫人领着两个小丫鬟奔出房去了 这个功夫 石前一看 石击到了 石前急忙一转身 进了外屋来到了里屋 一纵身就上了凉坨了 拿出刀来喷喷 就把捆这个羊皮箱子的两道捆绳给割断了 割断之后 他把这个箱子往夜下一夹蹭 尤打梁头上蹦下来了 尤打屋子里边很快转身出来 石前顺着楼梯 下来 他刚一出这个门 正赶上夫人和丫鬟两个人 尤打厨房里边出来 石前那动作多快 速速速几步 就转到墙角后边去了 夫人和丫鬟根本就没发现 他们到厨房里边一瞧 是狗在这做怪 夫人就纳闷 这谁呀 怎么把这黄狗拴这了 俩丫鬟也说 就是啊 刚才做饭的时候 这狗在这睡觉呢 这么一转眼的功夫 咱们把狗给拴这了 他们一起把这狗的绳子就解下来了 一边上那个铃铛也摘下来了 这个狗也就不闹腾了 夫人领着两个丫鬟往回来 一边走着 这徐夫人心里边就琢磨 谁办这件事呢 这件事情很蹊跷 是不是进来贼了 用这个办法想偷东西 夫人想到这脚步就急了 两个丫鬟随后紧跟 上楼之后进了屋子 夫人往四下观桥 他想看看这屋子里边丢东西没有 看这屋子里边陈列摆着的东西 什么也没丢 他抬头往上一看 无意中发现房梁坨上成燕灵甲的那个箱子没了 夫人一看 当时的汗就下来了 哎呦 坏了 燕灵甲丢了 一说燕灵甲丢了两个小丫鬟跟着一起心情紧张起来了 可不是吗 夫人 谁把燕灵甲给偷走了 就是啊 刚才我们三个人下楼上厨房的功夫 肯定这屋子里边进来人了 不然的话 燕灵甲怎么丢了呢 这可是你们老爷的命根子 这个燕灵甲丢了怎么办呢 夫人急得都转了眼泪了 马上吩咐丫鬟 把前面的家丁叫过来 前面的家丁听到秀之后赶紧来到后边 一见夫人说有什么吩咐 夫人说快点 把徐教徒叫回来吧 家里边出事了 丢东西了 啊 丢什么了 燕灵甲丢了 哎呦 哎呦 这可是大事啊 不过 夫人 这个时候找徐教徒恐怕找不回来呀 今天徐教徒说了 是当今圣上上龙府寺降乡 徐教徒作为亲随护卫人员 紧绑在圣上左右啊 我们去找 那哪能找得着啊 不管怎么说 你跑一趟 看看 要能找就把他找回来 找不回来的话 那也没办法了 哎 这个家丁赶忙就去了 一直等到天大亮之后 去找徐宁的家丁又跑回来了 见了夫人回禀 我们到那连边都棒不上 说找徐教头 人家根本就不让找 您就等着吧 听说呀 今天皇上到龙府寺降湾香就回来 就没事了 我们估计着过五 徐教徒就能回来 好吧 夫人坐在屋子里边 俩眼发直啊 他知道这个燕灵甲的价值 他也知道这个燕灵甲在徐宁心中的位置 等着天道过五 徐宁回来了 今天呢 由于皇帝降湘 提前半天就等于把护卫人员都放了架了 徐宁回到家中 一见夫人 夫人当时就哭了 徐宁说怎么的了 夫人就说燕灵甲丢了 哎呀 徐宁一听说燕灵甲丢了 当时脑袋就嗡的一声 抬头一看 凉头上的燕灵甲果然没了 他就问夫人 怎么丢的 夫人把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跟徐宁说了一遍 徐宁听完了之后 沉思了片刻 我想这个甲 一定是由家贼引来的外鬼 把这个东西盗走了 这个燕灵甲 到我这穿了四倍了 这是四倍穿家之宝啊 那王太尉给我出三万贯钱 我都没卖给他呀 可是现在竟让别人给偷走了 唉 徐宁马上下了楼 把全府的家庭 全府的丫鬟召集到一起 徐宁问他们 你们谁发现 有外人进了院子了 跟我说 另外你们谁发现 有形迹可疑的人 盗走了燕灵甲了 跟我讲 讲明白之后 我给你们一百两银子 但是这些个家丁 这些个丫鬟 谁也不知道 这燕灵甲是谁盗去的 徐宁心中暗想 盗甲的人肯定这是一个高手啊 这活办的很利索 听夫人一说 厨房里边那个黄狗 尾巴拴灵的 这就使得掉虎离山之计 这是常干这种事的人呐 十有八九 我这个燕灵甲就不好找了 徐宁在这着急呀 十千呢 把那燕灵甲 偷到店房里之后 马上算还了店饭账去 十千把这个燕灵甲的皮箱子 擦干净了 带着这个皮箱子 他就出了东京便凉了 因为他跟金钱豹子 汤龙两个人早有约会呀 定在东京便凉 十里昌厅那个地方见面 汤龙在那等着他 十千来到十里昌厅这一见汤龙 汤龙说怎么样 十千说偷累了 这就是燕灵甲 汤龙把这个羊皮箱子接过来 打开往这边一看 哼 果然是燕灵甲 啪把箱子盖上了 汤龙冲十千一条大不哥 高人 十千说您夸奖 偷这玩意儿啊 没费吹灰之力 十千这也是向汤龙说大话 汤龙说行了 下一步就得匡虚宁上山了 这样子 我这一路来呀 所住的电房 电房门口呢 都有个记号 我在他那墙上都画个白圈 这个电房呢 一般是近东头的第一家电房 你呢 带着这个燕灵甲的箱子 你就去住我所住过的那些电房 要给店里的店小二和掌柜的留下印记 然后 我匡虚宁 布你的后尘上山 咱们就按那个计策 明白了吗 十千说我懂了 十千低落着燕灵甲 走了 十千走了之后 金钱抱的汤龙 直接就走进了东京便亮 进东京之后 就来到了徐宁的府门外 扣打门环 这跟我徐宁啊 正训斥自己手下这些个家庭和丫鬟们呢 听见外边有人叫门 家庭开开门一问 金钱抱的汤龙一抱说 自己是延安府来的金钱抱的汤龙 家庭回来跟徐宁这么一讲 徐宁一听是表弟来了 这就不能再训斥这些个丫鬟和奴辈们了 徐宁让他们都散去 赶紧把汤龙让进了客厅 寒暄一番之后 徐宁就跟汤龙说了 旧父去世之后 我本想到延安府去看一看 公务掺身 未得抽贤呢 近几年 表弟混得如何呀 汤龙说我这几年 就仗着祖上这点家产 跟表哥比那是比不上啊 不过在延安府一带 也算是家境小康吧 说到这儿 汤龙有打怀里边掏出两根金条来 把这两根金条摆到桌子上 表哥 这两根条子啊 这是我父亲临死的时候 托我转交给您的 我父亲对表哥那是十分赏识 老说让我跟表哥学 这两根金条给您 这就说明我父亲特别器重您 也是我父亲对您的一点希望 希望表哥对表弟多有提携 徐宁说 哎呀 旧父生前 我不曾对他的人家有几番孝敬 他竟然把这样的贵重东西 移赠给我 我是受之有愧呀 哎 表哥 这是家父的遗言 我哪敢违抗啊 您就收下吧 徐宁当时把这两根金条收下了 吩咐白酒宴 在酒席宴上 徐宁有点愁眉哭脸 金钱抱的汤龙就问了一句 表兄 我看您气色不太好 有什么事吗 徐宁说 嗨 表弟别提了 我那燕灵假丢了 啊 燕灵假丢了 是不是用那皮箱子装着 对呀 在那大凉头上放着 我记得还给你看过呢 嗯 那个皮箱是个羊皮箱红色的 对对对 云子头包脚上面还有狮子滚绣球 对对对 汤龙说这就没错了 这个皮箱 我 那 那